代表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有敏銳的觀察力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星座的題版 有敏銳觀察力的星座 請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太陽星座 上升星座 還有我們兩位來賓的 這個水星星座 那麼觀察力跟我們的思考力 跟我們的溝通力 跟我們的表達力都有關係 那麼這個能力 都是歸水星所管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上升水星 如果是落在巨蟹座的朋友 那麼你的這個敏銳的觀察力 其實是非常不錯的 那麼巨蟹座在這個部分 它是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它是能夠做到感同身受 並且心思 比較細膩 剛剛我們來賓有舉到的這個例子 比如說張學友 他就是巨蟹座的 還有我們的這個費玉清老師 也是這個巨蟹座的 那麼他歌唱的部分 其實都能夠做到感同身受 並且心思細膩的 把情感藉由歌唱 藉由這個歌詞 來傳遞出來 所以這個巨蟹座的觀眾朋友 歡迎趕快去參加 兩位老師的這個報名 應該在歌藝上面會有所精進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水星 如果是落在天秤座 我們的篤林哥 這個部分是有上榜的 還有我們的這個 我看一下水星的 這個俊吉老師的水星 是落在天秤座 還有我們的這個 惠傑老師的水星 是落在射手座 好 天秤座的朋友 他有非常好的敏銳觀察力 他是能夠做到用心揣摩 並且融會貫通 其實我們一般人 都有模仿的能力 但是就我們普通人來講 模仿到一個人 就已經很不得了了 我們叫俊吉老師 模仿的就是中港台 都能夠模仿到 其實就是用到了天秤座 它有一個特質就是用心揣摩 並且把它融會貫通 每一個人的歌唱技巧 或者是不同語言的 發音的技巧 他都把它融會貫通 變成一種 美麗的聲音傳遞出來 這天秤座 對敏銳觀察力 他們特別在 對美的事物的觀察力 是非常有感覺的 那麼美的這個事物 不限於外在的衣服跟服裝 其實聲音 也是一種美麗的代表 我相信篤林哥 在過去的歌唱 也是傳遞出 非常美麗的聲音 我們給古林哥 鼓勵一下 好 這樣子看第一名的朋友 我好心虛 好 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來 雙子座的朋友 也非常好的敏銳觀察力 我們的惠傑老師 上升星座就是雙子座 來 雙子座能夠抓住特色 並且掌握技巧 沒有錯 剛剛惠傑老師教了我們 很多時常的唱歌的一些技巧 這種技術性的掌握 其實雙子座非常的能夠把握得非常好 因為雙子座在揣摩別人的時候 他用的是理性的這個技巧 他能夠把一個聲音 把它分段落的把它記住 並且能夠把它傳遞出來 當作是一種教學的方式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學模仿 要學歌唱 要學演講 其實我們找雙子座的老師 都非常不錯 因為他會告訴你 這個特色在哪裡 那麼技巧會貫通 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成為 一個觀察力的模仿大師 有上榜朋友巨蟹座 天秤座 雙子座給大家做參考 可是惠傑老師說 你覺得如果想學好唱歌 可以先從歌仔戲開始 為什麼 我其實非常的佩服 歌仔戲的藝術工作者 在這邊給你敬個禮 對 五體投地 因為大家有沒有一個發現 就是說歌手 歌者跟演戲的人 演戲的人 他不一定會在戲裡面唱歌 唱歌的人 他就是把這首歌演繹好 他不一定能夠去把 這個歌裡面的人物演得很好 可是歌仔戲厲害的了 歌仔戲 他們現在大家都講說是歌仔戲 歌仔戲厲害是在於 能演 能翻 能動 能舞 能聞 最重要是能唱 然後你整個能量 就是整個畫面感 整個就是聲光效果 這就是跟所有的其他 單獨的表演者是不同的 你有學嗎 我是研究 但是我把歌仔戲的方向 跟夠明位置的不同 來去翻轉到我現在的學生們 他們學的都是台語歌 但是台語歌 比如說我們新騎北北好了 那個 我新騎北北啊 走三關 那個關很特別 可是我們嘴上好像沒這樣 對 我是說我在教學的時候 我得這樣 然後他在台上表演 就會被我修掉 這個這麼多的嘴型 可是我在台下教的時候 我得稍微有一點點的誇張 我們比喻 比如說走三關的關 我們一般歌仔戲是 歌舞阿關的咬字 是全部跑出來子母音的韻腳 你看喔 關 比如這樣 可是如果其實是徐佳穎唱 他就會 走三關 他在阿韻就一直抖音 他不會去做這麼多子母音的琢磨 對 回中關 比如這樣 吳關 那他們年輕人就是 關 就過了 這就是咬字的琢磨 他沒有把整個音 把他全部唱完 對 但所以說一個是歌 一個是戲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歌跟戲合起來 就是歌仔戲的藝術表演 又歌又戲 能演能舞又武功 他看得很仔細 對 現場要教如何把歌唱得好聽 說翁立友的《我問天》 這首歌要怎麼唱 因為我想說在座的三位老師 還有我們現場所的 就是直接 大家一起來 我想給這三位老師難看 這樣的意思 不是 不會的 他給他們重生的機會 當我講解完以後 老師們 你們的尾牙 就可以好好的表現了 漂亮 我們尾牙還是捲紅包很好 這個是我的字譜 為什麼還有二還有四 對 篤林哥你唱一次 我夢天 這已經很好了 這已經 她是歌手 已經非常厲害了 一生能有幾次選擇的字 篤林哥 我跟你講 然後你現在經過我稍微 小小的講解 你的味道就會更漂亮 哎呦 因為這個 我呢 雅蘭姐真的厲害 你剛剛問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說二到底是什麼 二就是注音符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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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 所以你看喔 原本篤林哥唱的是 我夢天 我是 我夢 你要一個 米收的轉音 滑上去 滑上去 對 所以這個滑二聲就是注音符號 太多人不知道怎麼滑 你知道隨便問一個老師說 現在現場說 那我這唱什麼音 不知道米收的轉音嗎 米收 米收拉倒米收 可是米收我怎麼辦 我想到了 二聲 我 如果篤林哥剛剛唱的是一聲 我夢天 那我是 我夢天 我要一個 我夢天 太棒了 我夢天 好 對 所以兩句的我夢天 第一句的我夢天 到第二句的我夢天 它的層次要做出來 我夢 我夢天 我夢天 好 來 不要換氣 不要換氣 那個T是不是有一個抖音間收 我要你做第二個層次的 我夢天 我夢天 那個我不會 我教你很快 很快 肚子 耐落就好了 耐落 你在抖音完以後 我夢天 你看我喔 你看我 楊藍姐你笑的是什麼 請導播特寫它 預備 我夢天 你是雞腿裡面 你是雞腿裡面 在唱的時候是凸出去 雞腿裡面就是要 要聲音把它切掉 要它睡 我夢天 先抖音 我夢天 真的把聲音收開 很棒啦 超厲害的 好厲害的 學唱歌是這樣子 其實就是去學 哇 才知道這裡面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學 而且唱歌很煉氣對不對 是 其實唱歌最主要就是氣息的控制 是 你氣如果控制不好 很多人唱歌都是 我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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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沒有控制氣息 對 如果控制好 很棒 我夢天 我夢天 它沒有換氣了 可以放可以收 可以放又可以收 你看那像 對對對 大家是不是不知道在哪裡換氣 對著你的心 對著你的人 對著你的人 對著你的情 對著你的 會沒說你 在最後一句的 才能換氣 如果你全部一直換 對著你的心 對著你的 你會換氣不足 你會變成是氣不足 沒有消耗完 繼續氣 你會月眉氣 是 哇 開拍手 好想學 好想上課 學上課 好 等一下報名 打招呼